这小垃圾有点意思 迷乱在动画中是声波的磁带部队成员 在真人电影中则是路障的搭档 他一个人潜入空军一哈 给一帮职业特工和保镖折腾的勾搭 他是标准的真人电影式美术风格 完全不同于G1动画中的人物形象 扁运金刚电影中的这些小家伙都比较强戏 统一一副剑巴啰嗦的模样 直接来看扁形过程 旋转天线 解锁扬声器 解锁主体卡扣 打开右侧身体 把左侧身体后翻 锁定后翻卡扣 解锁主体上下两侧卡扣 翻起背背 和背部扣合 把双臂解锁 向外翻动 再展开四肢小臂 翻出脚跟 把双腿下翻 推动扬声器可以露出头部 按下背包可以弹射飞盘 迷乱的变形非常简单 和早期真人电影玩具是风格高度类似的大体设计 做工用料是官方电影线玩具的巅峰 各种细节都代表了当初的诚意 人形全身上下雷锐过多 而且厚重 非常具有年代的气息 伪装形态几乎完美 只是没有涂装的塑料原色 多少还是让人有些在意 猜不 该谁了 好